大家好,我是D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2003年 震惊整个首尔江南区的悬案 他们将懂纵火事件 2003年4月6号,凌晨一点左右 首尔松坡区的一个小公寓的地下一楼住宅发生了火灾 消防人员很快就抵达了现场 快速扑面了大火 但是在灭完火之后 警方在火灾现场发现了两男一女 非常凄惨地躺在房间地板上 这三位在不同的房间里遇害的年轻人分别是 住在该住宅里的哥哥妹妹与妹妹的男朋友吉诺 根据法医学专家所说 妹妹塔阳身上包括左肩的六处一共有12处刺伤 哥哥身上有9处刺伤 而在妹妹塔阳的男朋友身上则是发现了4处致命伤 然而更让人难过的是 男朋友吉诺为了与女朋友塔阳结婚 在第一次与塔阳的母亲见面吃饭后 就发生了这个事情 所以在见完母亲后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警方表示 因为女儿决定要结婚 所以母亲与未来的女婿见面了 之后在母亲经营的炸鸡店里 塔阳的母亲亲哥哥跟塔阳与男朋友一起喝了啤酒 到了11点半 除了要留下来整理店内的母亲之外 另外三个人一起回到了塔阳兄妹的家 然后在12点35分 整理完炸鸡店的母亲也来到了儿子女儿的家 看到孩子们都在睡觉 母亲就离开了那里去了男朋友的家 第二天 母亲在男朋友的家接到了警方的电话 母亲非常惊讶 母亲是在1点左右离开了兄妹的家 而119判断的起火时间是1点20分左右 也就是说 在母亲离开现场不到20分钟的时间里 就发生了火灾以及刺伤事件 只有母亲一个人躲过了那场悲剧 所以 是在母亲离开后进来了强斗吗 如果是强斗的话 就会有翻箱都会的痕迹 但是什么贵重物品也没有拿走 犯人不但没有拿走任何东西 而且还将凶器留在了洗碗槽里 但是指纹已经被擦干净了 在这里很特别的一点是 这把刀不是一般的家用刀 而是用来分离家处的肉跟骨头的时候才会使用的刀 用这么可怕的东西犯案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来听一下法医学家的意见 当我们在与手持凶器的人格斗的时候 通常会发生防运痕迹 但是受害者们却没有防运痕迹 防运痕迹就是指 如果有人用刀来攻击你的话 你会自动反映 这个时候留下的伤口就是防运痕迹 而在这里非常奇怪的是 塔阳的男朋友吉诺 身高是186公分 体重是102公斤 是一个非常坚壮的男生 而塔阳的哥哥 虽然身高只有170 但是体重是83公斤 也是一个非常健壮的人 所以能让这样的两个男生 在面对攻击的时候 毫无反抗之力 最后被置于死地 真的是一件非常不一般的事情 那会不会是因为三个人都喝醉酒了 所以无法反抗的呢 根据三个人血中的酒精浓度能知道 两个男生大约各自喝了一瓶左右的烧酒 而塔阳几乎没有喝酒 也就是说 三个人都不是喝醉到不省人事的状态 当然也没有验出安眠药等任何药物反应 法医学家表示 两位健壮的男生无法反抗的理由 是因为凶手一开始就刺了脖子等的药害部位 所以才会没有任何防御痕迹 但是塔阳就不一样 凶手没有攻击他的药汗 在他身上的很多部位都发现了小伤口 所以这些伤口 很可能是在凶手威胁压迫中所产生的 跟两个男生不一样 凶手没有马上夺走塔阳的命 这又代表着什么呢 难道是有人因为当天塔阳跟其诺 为了结婚与母亲见面 所以心怀仇恨 他们有说过最近情况不太好 自己有债要还需要赚钱 两兄妹都各自借了几千万的高利贷 那会不会是因为到期没有还钱 所以被高利贷的人给杀了呢 正当大家都在做各种猜测的时候 在现场又发现了一个证据 在塔阳紧握的手中发现到了头发 警方将这些头发送去了国立科学搜查研究所 但是因为头发上没有毛根 所以无法验测出DNA 而当时调查此案件的警察表示 这应该是塔阳在临死之前 因为很痛苦 所以抓了自己的头发 警察判断 这些头发是塔阳自己的头发 然后这个案件 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就是 决定要犯案的凶手 使用了兄妹家里的刀 这代表着什么呢 我们要思考一下 能不拿着凶器进入家里犯案的人 会是谁呢 而且是使用了现场的凶器 用短暂的时间就结束了所有事情 这只能是非常了解这个家的勾奏的人才能做到 整理一下就是 凶手应该是很熟悉兄妹家的勾奏 也知道当天三个年轻人 有与兄妹的母亲见过面的人 所以最可疑的人就是 兄妹的母亲 母亲一开始说自己是在汗征房睡的 之后又说是去了男朋友的家 因为他说一点左右就离开了 所以就问过他是做什么离开的 他回答说搭了计程车 但是调查到现在 也没找到计程车募集证人 然后根据警方表示 母亲从兄妹的家到男朋友的家 比平常多花了30分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而对于这一个小时左右的空白时间 母亲没有明确地说出在哪里做了什么 不过 母亲 母亲真的能做出这些事情吗 塔阳常常跟母亲吵架 因为母亲用塔阳跟塔阳哥哥的名字 向高利贷借了很多钱 原来两兄妹欠的高利贷 都是妈妈盗用孩子们的名字借的 但是因为金钱问题而非常困难的母亲 却在事发几个月后突然以连锁店老板的身份出现 在很多媒体上也做了募集加母的广告 欠了一屁股债的母亲 是怎么变成连锁店老板的呢 这里隐藏着非常大的秘密 母亲在2002年11月 也就是兄妹遇害的四五个月前 给两个人买了保险 需要每个月缴50万韩币的保险费 因为负债而痛苦的人 却给自己买了高额保险 在兄妹遇害后 母亲拿到了三亿元的保险借 但是在保险合约书上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入保险不满两年的话 只支付30%的保险金 这是很一般的条款 但是母亲在这里却加了一项特别条款 如果是因为他人而造成死亡的话 会支付100%的保险金 他人造成 这个真的是偶然吗 不过如果母亲真的是凶手的话 必须要先弄清一件事情 就是塔阳在最后都没有放下的那些头发 当时谷克搜有表示因为没有毛根 所以无法验出头发的主人是谁 但是就算没有毛根 也有可以确认的事项 那就是母系血统的统一性 也就是有没有共享母亲方所遗传的特征 而从当时检方的调查记录中就能看到 塔阳手中的头发与塔阳 塔阳的哥哥 母亲都是同一母系 换句话说 这头发的主人不是母亲的 就是亲哥哥或者是塔阳的 而当时警方的判断是 这不是母亲也不是哥哥的 是因为塔阳临死前太痛苦 所以抓了自己的头发 虽然说以当时的DNA分析能力 是无法再查到什么 但是就这么轻易的判断这些头发就是塔阳的 而切断了其他所有可能性 确实是非常遗憾 然后最后就是 就算是把母亲当成凶手 也有无法解释的部分 这个案件很难一个人完成 必须要有协助的人 如果母亲是凶手 很可能会有另外一个帮凶 然而 她的男人关系很复杂 然后只有一个人计程车司机 没有被警方调查过 有个计程车大叔 母亲虽然没有钱 也有很多负战 但是却给那位大叔买了一台车 对 在拿到兄妹的死亡保险金后 母亲给这位计程车大叔买了一台车 之后 SBS节目制作组有采访到这位计程车大叔 而这位大叔表示 自己是9月份才来到首尔 那个事件是在4月发生的 所以与自己没有关系 而制作组也试图连续过母亲 但是 这位没有一个人知道母亲的下落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想钱想风的恶魔 为了钱计划杀害两个孩子 连未来的女婿也没放过 找不到计程车目击证人的理由就是 在虚假陈述的时候 无意识中说出坐了计程车 也就是那位计程车大叔的车 女儿用剩下的最后一口气留下的证据 竟然被忽略掉了 这个案件本身不是很诡异 最诡异的是 能把塔阳手中的头发 判断为塔阳为了忘记痛苦 抓了自己头发的警察的脑构造 目前这个案件 距离发生已经过了18年 什么时候才能知道真相呢 对于首尔残强动纵火事件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对于首尔残强动纵火事件